嗨 大家好 我是徐涛 先祝大家节日假期快乐 今天放送的这档节目是我的新节目《到海外去》的最新一期 虽然节目内容还是和商业内容有关 但嘉宾非常的幽默 所以我想在假日收听也不会太过于沉重和严肃 大家如果觉得到海外去还不错 也欢迎登陆我们的网站出海.co 查看更多的消息 或者在您所使用的音频平台搜索《到海外去》来进行订阅 另外也请大家给我们点赞打心 有什么想要讨论的尽管留评论或者写邮件 那接下来就请大家享用吧 欢迎收听《到海外去》这档节目讲述中国企业寻求全球机会的故事 也传递他们从中获得的经验 我是徐涛 一位记者 我是丁教 一位投资人 在硅谷给你们带来这档节目 拓展海外一个很麻烦的地方是在于如何找到合适的人才 那各个地区可能情况都不同 今天我们聊的是美国的情况 我是徐涛 我是丁教 今天和我们坐在一起的有两位嘉宾 一位是Fly High Group的创始人Gary 谢杰南 一位是AI Law的创始人唐正 胖子 欢迎两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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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徐涛 今天我们是想来主要聊一下海外人才 两位一个是在人才方面 然后一位是在这个人才的法律方面 大家都是这个在硅谷这边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想跟大家先聊一下企业来到美国招聘人才的话 就是在你们服务客户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 看到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大家的失误吧 我们先从失误聊起 OK 那谢谢丁教的介绍 然后那个我们公司就是在硅谷主要负责是海外华人的猎聘 是这么一个猎头公司吧 那我们也跟那个唐正胖子家的公司合作非常紧密 因为他们负责包括公司的法律注册以及人才的一些身份 我们大家聊到很多话题里面可能都会涉及到海外人才的招聘以及身份 这都是我们华人在国外需要很多去考虑的一些因素吧 那像常犯的问题 上次我也经常跟人家讲有一些大公司 很大的公司 大家可能都听过来硅谷 然后呢就是如狂风咒语一般来的硅谷 真的是雷声非常的大 然后呢让所有人都为之为之兴奋 但最后呢因为在人才人事上 当然他犯的问题 犯的问题肯定不止在一个人才这个领域 但是比如说我就不止公司的名字 但当时他们的操作方法 就是从各大公司去聘用了很多的高管 一起加入了整个公司的一些决策层 那花了极大的时间跟精力 在人才的一些开会上面 都无法能够推进公司的政策 最后这家公司就倒闭且从硅谷撤走 这也是一个我们很不想看见华人公司出海之后 我直接走上一条一个误区吧 所以你说他的策略是从各大公司挖人的主要策略是 是的因为有一些想法可能是觉得说 我公司很大 我来了我从三星挖了一个总裁 我从LG再挖一个总裁 我从各大公司里凑了这么多厉害的牛人在一起 那我公司一定很厉害吧 对吧 然后呢这个就是可能有一些误区 来了美国先砸重金去请那些 可能甚至都不知道咱们中国文化的一些culture 因为中国人的公司的文化还是蛮不一样的 还有哪些误区呢 法律方面的胖子有什么要补充的 其实我觉得补充法律之前那个人才我还见过 就是招工程师 因为我本身也是工程师出身嘛 之前在Facebook当工程师 我在当工程师的时候 就有听说过国内这些大型的企业到美国来招工程师 采用了对这个就是中国背景的这个工程师在硅谷的 和比如说当地的美国人之间就不一样的这个招聘标准 然后呢 结果就导致当地美国人也没招进来几个 然后呢 在中国这边呢 这个在中国人的这华人海外华人的这个圈子里的名声 就相对来说搞得比较不好 对后面的招聘也出现了影响 这个当然是我觉得是一个挺遗憾的现象吧 当你说不一样的招聘标准的时候能说更详细一些吗 比如说我客观的说一句啊 就是说在这个工程师的市场上呢 占据人数的主流主要是中国啊印度来的这批工程师 那你当数量占据一定优势的时候 竞争上来说这些人的质量相对来说 其实也是更好的 那对美国公司比如说像Facebook 谷歌这些公司来使用人才的时候 他的薪资是基本上根据这个人的水平来定的 并不是因为你出生在哪边有什么变化的 但是国内来的公司我们听到很明显的标准 就是同样的水平 可能当地美国人的薪资可以达到华人工程师的两倍 非常奇怪 对这个是我亲口听到一个HR跟我讲的 天哪两倍这个也太过分了是吧 因为这个是技术岗位啊 其实不是说是面对客户的 一般来说我听过的一些故事是可能是面对客户的 一些这种做商务拓展的 这种中国企业更倾向于这个 招一些美国本地的白人 那比如说他们可能会工资更高一些 但是对技术岗位来说也是这样子的 对我这就是我感到非常吃惊的地方了 对可能公司需要有一些PR或者branding的影响吧 就是比如说表明我们工程师出海 也是国际化的这么一个行为 对也有一个很明显的逻辑就是 那我既然已经到了美国对吧 如果还在本地招比如说华人 那我为什么不直接从国内搬几个工程师过来 或者我就直接在国内开这个研发中心好了呢 我为什么要到硅谷来开这个研发中心 基于这种逻辑 所以才有了后面的这些个结果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其实我客观的说 以我在两边都有使用工程师的经验来看 硅谷的华人工程师和在中国的这个也是咱们说华人工程师 这两个之间也其实有一定程度上的差别 因为大家所说的教育已经有长达十年或者五年以上的教育上的差别 其实对人的这个思维改变和认知还是有一些分歧在这里面的 对 所以我觉得for summary的话 可能真的是在用人的culture上面 到了美国可能一定公司要自己进行的调整 你是想要什么样的心态来的 就像刚才丁教说的没有错 假如我来美国我要做美国人的市场 那我请的销售BD 我或者我的前台 我都希望请一个比较外国人面孔 让我的公司在别人的眼中看着比较国际化 咱们认真讲 今天如果你去阿里百度腾讯的前台 你会发现大概有这个思路 那这些是很正常的 这个我就能接受了 但是如果涉及到工程师或者是实际硬件能力的 大家是否还要国际要显得国际化呢 还是要以公司本身的核心竞争力来考量 这个我觉得比如我是猎头 我当然是听你们的 老板们说怎么找 那我们按照你们的标准来 可能我们给一些建议 这些人确实不好用 那建议你们请一两个点缀一下也不错 对 就我们又谈起了另外一个话题 这个美国现在的这个政治正确 怎么样这个雇用什么样的人种 什么样的这个性别 其实现在很多大公司有一定的比例的 你有没有看到说是中国公司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有这样吗 其实我这地方因为涉及到很多是工程师上的领域 我就稍微多说一句 我觉得这跟企业发展的特性是有关系的 假设我们举一个例子 就拿谷歌举例子 它的企业文化相对来说 更加能够拥抱这样的cultural 一个呢是它是以技术取胜 就是它比如说search engine 搜索引擎是每个人 现在已经是离不开这个搜索引擎在正常生活中的使用了 而谷歌的这个在搜索引擎中的技术 确实比所有世界上其他的竞争对手 这都是要强的 像我当年就是在雅虎也是做过搜索引擎 跟我们跟bin是合作 就是这个微软的那个 就基本上就在美国排名第二第三的 那很明显的就是跟谷歌的技术实力上是有一个 呃存在着一个比较大的差距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谷歌其实不用花大量的人力 就不是走这种艰苦的路线 即便它的文化 呃造成了它战斗力上的 不管说是增强也好 减弱也好 是不影响它的竞争地位的 但假设你干的是一个 我举个例子说好了 中国企业在美国需要一个开拓市场 凭借你自身努力奋斗 才能够赢得一席之地的 举个典型的例子 比如说social network Facebook的social network 它的social network的技术实力 不见得在早期就比别人高 不像搜索引擎 我做的比你好 就是做的比你好 social network大家都可以做是吧 snapchat也可以做 Facebook也可以做 那当年谷歌也做了谷歌plus 都在做 那为什么Facebook能够胜出呢 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 它够努力够拼啊 够能够 每周工作unlimited hours是吧 有这种文化 鼓励大家来干这些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 它赢得的竞争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你 尤其是中国企业刚到美国 基本上都是这种 就是险中求胜的这种 如果你执行了很多 类似这样的文化 然后团队直接死了 那表明着你以后 想要做这些事情的 可能性都没有了 对吧 所以这有这么一个 很tricky的地方 如果你是技术取胜 有技术gap 那你当然可以干这件事情 但中国在那个本土市场 本来也很aggressive 非常激进 用996 因为中国没有几家 有技术gap的公司啊 所以只能靠人aggressive 来解决 对是 然后但是就是 我们就你刚刚说 其实中国公司到美国来 其实险中求生 应该用这种风格 但也没有办法 不能够完全把中国那一套 搬过来 那当然 那当然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是相当于是 公司发展的阶段 当公司进入到一个 相对稳定的区间的时候 就应该正儿八经的 考虑这件事情了 但公司如果在 生死存亡的阶段呢 那就看公司自己的选择了 毕竟企业生存还是有 因为你企业只有生存 才会给社会带来更多的职位 才会给文化带来更多的 这个好的东西 一家企业最后没了 就你的文化很好 最后没了 那能说明什么呢 我的观点有点可能是 但是绝不是我认为 这些文化不好 我觉得文化很好 所以就回到我们的话题来 就是当中国企业 就是它当然在本土 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文化 跟招人的这种策略 然后到硅谷来 可能更加合理 更加有效的一种招聘策略 是什么样的 这个完全取决 它到美国做的 本土化的转型了 我举一个国内最大的一个短视频的一个公司的案例的话 它美国也是我们合作的客户 它在国内的招聘的需求跟在美国的肯定会出现不一样 因为在美国它连公司的名字都改了 对吧 那它所针对的人群 它要年轻的那个跨度 可能都不太一样 包括该公司之前也有一些法律上的纠纷 包括使用比较年纪比较小的孩子们的一些 自己在 比如说小朋友把自己的视频放到网上 可能在中国这不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在美国它是违法的 那它有涉及到孩子的隐私了 对吧 那所以你说 这些公司我觉得是主动跟被动吧 有自己的文化带过来 比如说华为有狼性的文化 招的那段很狼性很能拼 好 那也不是你很能拼 可是不好意思 美国就限制你加班加点要怎么样的话 如果有这样的一种限制 那你也得改 所以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比较能一次性回答你的 我觉得要看这个公司到了美国 本土化之后 它最后找到比较能活下来 刚才像唐总讲的 我要先活下来吧 如果我活不下来 我按照我那套思路 中国我怎么干 那美国我要怎么干 那结果我倒了 那什么都不用讲了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客户 一来想先招一个总经理 再找几个Sales Manager 那一上来一套一般的码 一年一百万美金的年薪 熬不过半年就撤了 这样的思路是也蛮常见的 就我也是给中国的企业家 没一些建议 就是说 不管咱们的企业文化再好 那毕竟是中国的企业文化 到了美国 不用完全放弃 但是呢 取其精华 取其招迫 根据美国的法律法规 跟市场情况进行调整 在此之后 咱们再制定在美国的一些 招人的政策跟方案 这个是比较明智 是的 凡事不能照搬照照 也不要盲目的 刚才我们提到 盲目的崇拜美国的这一套 你会把自己中国的人都类似 那么照搬照照 中国的到美国 水土不服 对吧 还是很需要一个 很好的一种 一种结合跟融入的 所以其实还是用创业的心态 我觉得最主要 还是要心态上要打开 就是 就像Gary刚才讲的 就是说 一个呢 有一点自己原先文化 是肯定要有的 第二个呢 也是要结合 比如说美国当地的背景 但最重要还是心态要放开 就如果你发现这一套行不通 你就应该想想看 我为了企业生存 或者为了企业发展更好 或者为了构建更好的文化 我愿意改变 那这就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 千万不要说 执着在某一点上就不移动 那这个是不一样的 对 咱们刚刚聊了这么多负面的案例 有没有一些这个 你们看的海外成功出来的 做的比较好的 那成功好的 其实有些闷声发大财的 大家都不知道的 但也有一些确实 我觉得蛮成功的案例 其实认真讲 其实BAT在美国 有各自的存活的方法 其中比如说非常非常低调的 比如说腾讯 其实在美国还是蛮低调的 那当然就depends on 他们的整个在美国的美研部 叫美国研发部门 在做的事情嘛 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客户 可能大家不是很知道的 包括都不能说名字 比如说中国很大很大的那种 什么电视生产公司 在海外 其实他们为了要 闷声发大财也好 或者要尽量规避一些风险 他们都不用自己公司的品牌的名字 但是收购 中国公司在美国收购海外资产 海外的商业的公司 然后在美国继续发展的案子 是屡见不鲜的 然后一般方法 我所见到的最常见的是 中国外派高管 在美国之后 找到本土化的一些高端人才 比如说在美国 有十几二十年的华人工作背景 这些人既懂中国文化 又懂美国的市场 在这个核心团队之下 咱们根据需要招聘一些 比如说像Bili 他们提到的很多时候 白人的国家 还是比较喜欢跟白人谈生意 没问题 那我们请白人跟你谈 印度人的工程师 你喜欢跟印度人谈 没问题 我请印度的工程师的Lead 那这种情况下之后 我们就开始把整个公司拿下 而且转型 而且最后服务于中国总部 这种案子 其实在硅谷 在全美国都还是蛮多的 所以只是 这种成功案例 它既然成功 人家就静静的默默的 就这样过去了 但是因为我们在招聘 所以还是知道 蛮多 让人很多在国内 可能都已经 大家没怎么听到的公司 其实在国外 他们做着一些 很不一样的事情 我真希望我能说 这些公司的名字 但是说出来 大家都认识 而且是 因为我跟胖子 都是80后的 80年代 有非常多的 中国很出名的公司 其实大家都以为 我在中国 已经没怎么见到 他们的广告跟品牌 可是在海外 其实他们都 扎根很深 已经在做着很多的 business 大家都可能 不太知道而已 可能还有一个在招聘 你刚刚说 很多公司一上来 就招很多 非常有经验的高管 然后几百万 几千万就砸进去了 那在招聘的过程当中 还有一种就是说 我招留学生就好了 所以就这两种思路是 你怎么去评价 这个话题就是 为什么我跟胖子家的 我们的法律公司 跟我们的猎头公司 有很好的一个overlap 就是交集的地方 就是因为在 其实在海外的公司 今天所用的所谓的高管 其实大多数都是留学生 这么讲 十年前跟今天刚毕业的 差别而已 对吧 十几二十年前 那像我们 像包括胖子 我还有丁教 我们都是来这里 留完学 在美国工作 然后呢 有绿卡 有身份留下来的 其实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老留学生 还是年轻的留学生而已 那当然年轻的留学生 有面临到很多身份签证的问题 还是那句话 在美国本土著中的ABC 可能不是很适合中国的公司 因为他虽然会讲一点点中文 可是文化都已经不一样了 还是得从中国过来的人 那这票人里面 就不罚留学生 那身份 待会可以听他 唐总可以快速介绍一下 但是如果就用人的方案来讲 真的是看公司的阶段 和性质 比如说有一些公司 相对来讲 他的业务就是递推 需要极度的递推 去跟更多公司去合作 包括 比如说我们的客户 这项Dior Moon 那这个省情快报 在北美很出名的 那他们其实有极多的需求 是需要以华人群体 而且在线下 各个城市去递推 他们其实跟留学生 这种Marketing专业 出来毕业的很吻合 他们会使用比较多的留学生 但如果是那种 比如刚才提到的 刚出来就要搞一个研发团队 要上一个高管 那种人留学生 handle不了 对吧 但是在以后 包括你像胖子当时 刚刚从CMU出来的时候 工程师 电子工程师 软件工程师 都可以极好的成为 这些公司 比较低成本 又高素质的人才 这就是我觉得 公司的一个策略 但法律法规上来讲 可能还有蛮多 需要谨慎考量的一些部分 对啊 就申请H1B这些 可能是一个潜在的成本 然后这个成本 对于一个公司而言 是值不值得去付 或者是 对 因为申请H1B 是美国执行了一个 比较奇怪的一个方案 就是运气不好的人 在美国留不下 我早年间真的就是 听到这个笑话 就是一个公司 收到了很多简历 然后公司主管 直接把其中一半 扔进了垃圾桶 然后边上的人就问他 主管你为什么 这般看都不看 就扔进垃圾桶 他说我们公司 只留下运气好的一半 然后再看 这美国本质上讲 就执行了这么一个策略 就是H1B 像每年 像今年刚出来 有20多万人 就是有资格 在美国申请H1B的 然后美国就依然会 从中挑选这个 大概8万个 8万5千个名额 然后其中还有2万个名额 大概是预留给 一些美国的一些盟国 比如说新加坡 这些国家之类的 当然美国有一些 自己的盟国 澳大利亚有一些 不用抽签的方式来进行 总之就是说 要扔掉一半以上的 这个人的 就是你律师都已经 帮他准备好了 很好的package 什么都写好了 申请都要扔掉 直接扔掉 直接退件 就是美国就采取了 这么一个措施 所以我一个公司 费时费劲 帮你申请了H1B 对吧 然后付了律师费 然后递上去之后 完了就没抽中 然后这员工也得损失 我还得损失律师费 过不了多久 他可能因为工作签证 身份的缘故 得回国 或者是得离开公司 所以对公司来讲 聘请留学生 当然存在着一定的risk 好处就是 好在就是 美国现在OPT的政策 相对来说还不错 尤其是对于这个STEM 就是说我们通常指的 就是理工科的 这么一些研究型的 这些个留学生来讲 通常可以在美国工作三年 就是不用靠H1B 就靠他这个有一个叫OPT的 这么一个东西 Gary对这个也非常的熟悉 对可以工作三年 那三年如果公司都愿意 持之以恒帮你抽H1B的话 从概率学上来说 应该是能抽到 不过我也见过 我有朋友以前在Facebook 连续抽四次都没有抽中的 而且他还是硕士学历 抽签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当然像Facebook这样的大公司 是有能力把他送到加拿大 或者伦敦去待一年 再用L签证再走回来 但这个过程就相当曲折了 对所以这签证毫无疑问 是美国这个在美国的公司 想要雇佣这个留学生的一个 一个一个很大的一个blocker 因为确实风险大成本高 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公司 依然要雇这个留学生呢 确实是因为咱们留学生 自己也知道 很多留学生其实素质非常好 中国新一代的留学生 这个锐意进取技能出众 意识也非常的不错 然后他自己也知道 公司为了我搞这个身份 他自己有的时候 也需要这个身份 他倒不见得 一定要在美国待下来 但谁读完书 不想在美国本地 比如历练个几年 对吧 那基于这种精神的考量 他其实做工作 比一般本地人 努力程度是要高出很多 讲实话聪明才智这方面 也是完全不输于本地的人 我们公司也雇佣很多的留学生 非常的优秀 非常的好 然后从来不complain 就是一直都是在干 拿到绿法之前 不会complain 另外我觉得 胖子讲到这里 我上次跟大家提过一个案子 我可以说这家公司的客户名字 因为关系比较铁 叫Everstrain 他们中文名叫做万维思源 也是由真格基金投资过 而且在B轮浓资就有6800万美金的 一个属于人工智能marketing公司 他们当他们两个founder跟我讲说 当时他们两个是ABC的founder 他们都不知道H1B留学生的概念 因为华人在这里出生 根本就没有关心过 外国人怎么在美国工作 像我们也不知道 外国人怎么去中国工作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当时他们第一次 浓到第一笔钱 500万多少钱美金 就想着 我们找到钱了 我们现在出去市场上 去大量去hire人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开干了 结果发现500万美金 像他们在一个初创公司 融资这么点钱 出去整个主流市场 所谓主流 就是身份不用担心 你就post一个在indeed 或者是linkedin 有没有人申请 你这个工资的水平够不够 跟Google Apple Facebook去竞争 我答案是绝对不够的 人家Google那边 基本上出来的一个底薪加提升 我平均来讲 二三十万美金的整个package 能用的大概得五十万 OK 能用的要五十万美金的package 那你就500万美金 你想要找什么人 对吧 所以最后他们的投资人 给他两张名片 有点像我 不是我们两张的 有点像我跟胖子公司的名片 就是一张是一个猎头公司 专门有提供一些海外人才 包括印度人跟中国人 这样的工程师 另外一张名片是一个律所 就是当然你要请 这样海外的人才 你肯定需要设计身份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两张名片 是他们之后说 他们开始大量的 才能够收到 优质的水平 而且工作努力程度都极好的 这样态度很好的 这么一些海外人才 因为想在美国留下来 人在物联下 哪有不低头 实话就是这样讲 那么我们的海外留学生 在美国 包括印度人的 其实都很努力工作 这个就是我觉得 为什么公司即便要抽签 即便要花钱 即便有各种可能性的风险 还是很多公司辞之以恒 坚持不懈 包括四大厂 对吧 这硅谷四大厂 也是坚持继续请留学生 这是有他们的原因的 像我们最近 这个大家在网上 都在看国内的这一波 996中国工程师的一个抗议潮 这个唐总这边 其实有没有说是 这个硅谷的所有的这些人才 大家都可能是 工作的更少一点 更享受生活一点 还是因为确实 这边有一些大的公司 他可能大家就把他 叫做养老院所谓的 像是一些已经很成功的 特别大的公司 我不知道你在雅虎 在这个Facebook工作过 你觉得怎么样 你觉得这个是真的吗 我在雅虎的时候呢 我说句实在话 工作相对来说 还是蛮轻松的 后来不就倒闭了吗 现在卖了 所以这个 我在Facebook的时候呢 我也看过有一些 甚至是美国华人的媒体 说Facebook Work life balance非常好 我就惊呆了 我反正自己个人 可能是因为我在广告组的缘故 从来没享受过这种待遇 在Facebook从来没有制度上 规定你要工作多久 这个咱们得讲清楚 就是说在美国的公司 一般是不可能在制度上 要求你工作多少多少多少 即便是周末加班 也是需要 就如果你是制度上规定 你得付加班费的 这个加班费 是相比于正常的 这个是更贵的 但是在硅谷的企业 典型有一个叫做 result driven的文化 就是我告诉你 咱们这三个月 或者咱们这一个星期 或者咱们这半年 需要完成一个什么任务 完成这个任务呢 通常就意味着你一周要工作七天 每天工作到晚上 半夜凌晨三点 你还干不完 你还心甘情愿 对 因为到了三个月 你要是真干不出来的话 那结果是相当尴尬的 对 就是 所以本质上来讲 这边的工程师 就是非常自觉主动的 每天都工作到非常晚 我在Facebook的时候 就反而我就 没有在夜里两点以前睡过觉 对 一周从来没有知道有什么周六周日这种日子 所以我们内部 比如说像work life balance这种调查 分数普遍都是零分 对 大家给出来 大家年年都complain 但我从来没见过这个问题 有过实质上的改善 就每次领导们都会上来注意 拍拍你说 要注意work life balance 转过头跟你讲 说咱这三个月的计划 还真的怎么样了 就这么一个 所以中国 他们不会有个笑话吗 说中国公司应该派人到硅谷来学习 怎么样执行比996更加严苛的制度 但却让马农们感到无比幸福的这么一个事情 所以就说中国企业如果出海到美国来 其实不太需要担心工作时长不像中国那么长的问题 但是要担心 但是要担心的是就是你怎么样激励他们工作这么长的问题吗 这种要取取经的 对 同时要记得稍微招一些好的人 在facebook我在那个组呢 大家确实是非常优秀 所以这个peer pressure就非常大 就是说同僚们之间的竞争压力 当你看到周围的人又比你聪明 人家工作到夜里4点早9点就去开会了 你也不好意思不工作到夜里4点 所以那其实对面的人以同样的想法正在看 这个来回一折腾其实也就这么过来了 但转念一想 其实对我自己的进步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这个真的是在一个锻炼期 但应该就硅谷其实也就facebook 或者uber其他很多公司 所以这还是取决于行业 比如说举个例子 为什么我们经常说像cisco orico这些号称是养老公司 因为他们本质上做了一个to be的生意 然后早年间就占据了美国b端的市场 比如微软 所以他们做与不做 人家企业照样采购他们的产品 可能他们做的不好 慢慢会decay 但是慢慢会衰减 但是这个衰减的幅度是非常慢的 当然最近像cisco orico是出现了危机 对 但是其实他的生意上是不用他的工程师很努力 他就已经占据了市场 谷歌另外一个风格就是靠技术取舍 我的技术就是比你强一节 然后我养了很多的工程师 就是可以养他们吃白饭的 这没问题 Facebook不一样Uber 你不好好做就会倒闭 就会被别人挤出了个市场 所以不一样的 像我刚才说 不一样的生存方式 决定了他对工程师使用的不一样的情况 所以说回来 其实我们这么多的海外出海的这些企业家 其实在海外 其实就是等于从头开始创业 是因为需要锐意进取 需要找这些能够晚上工作到半夜四点 然后能够早上九点继续开会这样的人 这取决于你企业的性质 是不是需要拼命 对 然后回到那个还是人才争夺方面 因为如果你在硅谷这边争夺人才这么多大公司 对于中国公司而言 它的竞争力在哪 你不谈那个work life balance 然后你本身可能在这里边也没有什么根基 那怎么去抢更好的人才 这个话题在我在做猎头的时候 其实抢得到的 抢完还是有很大机会可以抢得到的 因为不是work life balance 也不是待遇 是一个天花板 但这个天花板我也很负责任地讲 我个人觉得所谓的在职场中的天花板 华人在美国天花板 并不是公司给我们设置的 而是华人自己内心给自己设置的 因为我语言没有人家native好 所以我自己哪怕工程师们 如果大家仔细观察 即便在这样大公司里 绝大多数人可能在选择 跟自己说母语的人比较舒适 所以我在Google都过得这么好了 Facebook工资又高 我周末就约几个华人工程师 知识办啪啪山 这个导致的这个小圈子 也上不去 突破不了那个瓶颈 其实公司一定是愿意 让每一个想要去拼 去超过自己极限的人 去给机会的 那好 问题来了 因为有这种内心的瓶颈 反正我们又不是心理咨询师 我解决不了 但我能解决的问题是 那我劝他们 有没有兴趣 中国出海的创业公司试试看 因为在那个公司里面 你是华人 你在美国公司里面 可能因为那个 自己设置的天花板 你约不过那道坎 但是这么巧 有家中国不错的公司 性质或者工作内容 又跟你之前做的很像的情况下 你能够变成个team leader 因为在那边 你lead不了别人 因为你会觉得 我要用英文 我要立的别人 我的文化culture有点困难 那在这个中国公司里 你反而可以把在 美国公司学的那一点洋气 那一点点管理的思路 结合作为一个中国人的 基本文化素养 带到新的公司进来 反而是可以突破 就我没办法治疗他的心病 那咱们就换环境吧 就把它给突破这个界限 这种case是 我们在中国公司出海之后 最容易去说服 打动这些优质的 华人人才的这个办法的 也是我们经常去压人家工资 减人家福利 还要把人家挖出来的时候 做一个猎头 我们常常要干的一件事情 对吧 就是给你一个希望 说得太白了 没办法 这是为了客户不误的时候 是怎么干的 对吧 不过我刚才说了 虽然我说的 比如说大家努力工作比较狠一点 但我反过来讲 我觉得企业对员工 是要有出自内心的关爱的 就是要 with good intention 就要真正的是 关心他们的成长 而不是就想尽办法的 就光想着折腾他们 而不想着替他们 将来有个考虑 比如说该给人家的股票 得给人家 如果公司有一定的收益 你该分给人家的 要懂得及时的反馈给员工 就是你要让员工 真正觉得说 公司之所以之前给我少 或者是暂时给我少 确实是公司困难 而不是说公司故意 卡着房的不给我 这样的话 大家才能 就两下都努力 企业才能做成 我就添那么一句 那在这方面你觉得那个硅谷的企业 跟中国的公司会有差别吗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这可能是硅谷的企业 我自己的感觉 如果有不对的话 大家原谅我一下 由于在中国竞争环境相对比较激烈 因为咱们这个发展的阶段 相对于美国来讲 还不是那么发达 所以竞争激烈导致人 比如说防备心理 或者是这种方面的心态 可能稍微激烈一点 而美国硅谷 毕竟已经是几十年以来 都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 比较发达的一个地方了 相对容易 由于环境的因素 导致它略思维上略厚道一些 所以我在想 就是说在照顾员工这方面 美国在硅谷的企业 更加倾向于主动的去 给员工提供一些好的一些东西 而咱们国内有的时候还想着说 我是不是能省省着点 这个其实就是思想上轻轻的一变化 它就可以适应过来了 我是怎么想 对 然后这个话题也涉及到 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讲过 在美国请的第一个员工 比如说你的CEO 或者General Manager GM 这种经理 其实有很大的一个意义了 这样讲 我们也常见从海外 我直接外派高管 对吧 L1过来的 或者B1 B2就过来了 那他就像刚才那个胖子说的 那在中国他的环境下 中国的工程师 谁敢跟我谈股份 对吧 我们那边 开玩笑 不要你 我那边多的是选择 对吧 985的 985的 211的 996的 对吧 都有 但是在美国 美国因为如果在这种文化下成长的 比如说 像现在胖子自己创业 可是他对工程师的关爱 来自于他在Facebook的时候 就被关爱过 那我在Facebook工作的时候 我就作为工程师 我会感觉 公司给了我一年四五十万年薪 都还觉得欠我的 觉得哎呀 不好意思 让你加班了 虽然还是让你加班了 但是总会觉得不好意思 那这种心态 当他自己创业的时候 是有带出来的 他对自己的员工 也是有各种的心疼 那没办法 因为现在公司创业嘛 但是如果不懂得心疼员工的话 那这个第一个employee 就是你在美国的主要负责人 会把这文化带过来 那他在请人的时候 我因为我什么样的雇主 我不都有接触过嘛 就真的是有一种 拽到 我觉得是没有啊 这个我给工资 他打工 他加班天经地义的 那这套没有错 中国可能都是这样的心态 因为人多嘛 但是在美国就不是这样的 所以还是建议说 在美国的第一个 比如比较能够搭建 美国分公司的 又是另外一家创业公司的 这种文化的人 找到一个合适的 能够懂得中国有加班 有这种业务要求 有各种这种 比较pushing一点点的 这种压力的这种人 但是他不会完全的 transfer给美国的团队 不然这真的没得玩了 但这个人懂得像海绵一样 我吸收一下国内的总公司 给我的压力 我在软化成为 挤给我这边的团队的时候 就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做 中国那边有点着急 其实这个人很关键 但要懂得pushing 这个要求好高啊 感觉 其实咱们的华人圈里面 我这些年帮大家招聘的 first employee 其实很重要 这个人很关键 所以一定要这么讲吧 在美国 就像胖子这样的人 举个例子 他如果今天公司倒了 如果他不干了 如果他倒闭了 他不干了 像胖子这种 卡内基梅隆的博士 Facebook工程师工作多年 又有创业经验 自己当了CMO创始人 这种人如果在硅谷 其实创业毕竟成功案例比较少 失败的多嘛 咱们认真讲 但这种游离在这个市面上 这种创始人级别的 有高度能动性 学历高能力高 又等到心同员工的 这种华人人才 我们还是有的 对吧 所以这票人 就是我们可能要去团结的人 唐总别介意 我怎么觉得Gary接近我 他另有目的 他守住戴住 所以听众们如果觉得 唐总的背景有何事的 也是可以跟我私信聊一下的 对吧 然后还有一些可能 跟那个美国政策有关系 因为现在正好是贸易战的背景 那中国企业到美国来发展 是不是其实对于本地的人才而言 吸引力会变得没有那么大 就会变成一个负面的影响 比方说美国政府 对关键技术的一些限制 甚至就是前不久的一些新闻 像苹果 还有哪个公司的员工 跳到小鹏汽车 结果就被起诉了 我个人一直对这些事件 持怀疑态度 比如说苹果跳到小鹏汽车的 苹果自己的无人车技术 就差得可以 比网上公开的技术还差 这我在想 很可能就是 比如说这个员工呢 我也得当然也提醒 咱们这个工程师朋友 就没事 你公司的电脑 你就干公司的事情 没事不要插油盘 没事不要瞎下载code 那种code 你下载了有什么用 对 就是 但是美国 我觉得总有那么一票人 确实是对 咱们中国是有一定的 这个敌意和警惕的 他抓到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恨不得放大一百万倍来看 比如说就跟当年 彭博社 就其实也就前几个月的事情 硬是说什么 有一个纳米级别的芯片 什么作为一个 藏在那里 事后证明也没有 但他就不出来辟谣了 对吧 他宣传的时候 造成了很大的效果 但实际没有 你们想 如果中国要有这种 Super Nano的这种技术 早发达了 还跑到美国来 窃听这个干嘛 一样的 苹果的这个 这个无人车组 最近就在裁员 对 为什么 搞不下去了 对吧 他都搞不下去了 你说 小鹏汽车的技术 我都怀疑比苹果的 要好一点 要偷也偷谷歌的 Waymo 对吧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很多这个 爆出来的新闻 我自己感觉就是 我持高度怀疑的态度 那我想 太敏感了 我想再问一下两位 如果我们这种 出海的企业家 他们怎么样 能够规避这种 不要说是 这种苹果出来的人 这个这样的工程师 我们就不要去 雇用它 或者我们就不要 踩这块雷 我不知道两位 有没有什么 这样的建议 我后面的那个唐总 从工程师角度来讲 我不管工程师 比如说我们另外一种东西 叫做 叫contact list 客户的customer list 这也是以前可能请一个人 很希望说你把你的客户 给我拉出来 那这种其实在反竞争条例里面 经常也会有列明的 那认真讲 第一 如果要完全规避这样的风险 没问题 大家其实行的正 做的端 你给我们列头 或者你自己找到人的时候 你告诉他们说 不好意思 我不需要你以前的东西 我要你这个人 你重新开发 我能接受 但大多数企业应该不是这么想的 大多数企业就觉得 想要现成的 对不对 好 没问题 可不可以呢 也可以 你就被告就好了 那被告要罚款 你赚的钱 如果能够抵消你罚的款 那我觉得这个在商业场上 不存在 这种商场上 不存在什么太高的 什么个人形象 跟什么素养 好 反正根据法律 我如果比如说 咱们不要讲那种 coding那么严肃的 比如说我就是从 那个房地产公司 挖了一个销售过来 我就是看中 他之前这20年 有那么多的 那个customer的list 那他把这个list 给我带过来的时候 算偷吗 算被告吗 告 罚多少钱 一亿 好 我罚你一亿 我能赚多少钱 我赚十个亿 那美国的公司 不都这么干的吗 就包括苹果 Apple Google 各大公司 不就是我逃税漏税 就算是被你罚了 我还是赚的比你多 所以还是要把账算清 是这意思 把账算清楚 咱们做生意 结果导向 结果为导向 以结果导向 因为法律的规定 是为了让大家做生意 有更加的一个 保护的机制吧 对吧 所以就到哪里 都是一样的 所以就是要 其实要足够的清晰 我要有足够的 法律团队 我要把所有东西 我要有一个清晰的计划 对 你要不要这个血 你回来好处 Uber不是就抄了 谷歌的代码吗 而且那是整个库 都给抄出来了 而且更要命的是 谷歌是怎么发现的呢 那人抄了代码之后 发错邮件了 发回谷歌了 说这代码你给我看一下 谷歌一看 这不抄我的代码吗 所以这才给告了 闹得很大 至于各大广告公司之间 我不用说 就这些 比如说Facebook 最近刚上市的 咱们很火的 Pinterest 比如说Snapchat 互相挖销售 来抢广告商的事 这咱就不说了 甚至还在没离职的时候 就开始干起这些事情来了 对 就是这个其实 就像Gary说的 就是算好经济涨 别动不动 就上纲上线到道德层面 他就行了 对 但可能中国公司的一个风险 就还有个政治因素在里边 我觉得中国公司 有的时候 比较傻的一点 就是他们的那个 HR会把这件事情 就我要你干嘛干嘛的 写在明面上 你HR千万不要说 我要招一个 比如说小鹏汽车的HR 你千万不要说 我要招一个 来自于无人车组的公司 最好还带有代码库的 你这样就过分了 你知道吧 就你 你得学习一下 人家西方的 最好就是 我要招一个 我要招一个无人车的 那个马农 最好能够一个月之内 给我写出 两百 二十万页的代码 就结果导向 就是明明让你干成了007 但就是不制定 996的规则 就结果导向 所以这个当然 我只是夸张一点 来表述这件事情 对 就生意厂商的事情 别用太多的道德感 但是呢 做事呢 不要做得太 明目张胆 对 你就好好的学习 美国人怎么干这个的 你就这么干嘛 大家都是做生意的 对吧 因为听我们的节目 其实有蛮多 中国想要出海 或者已经出海的企业家 可能不仅仅只是在 美国这边 可能还有一些别的国家 我知道 Gary可能在 现在也有在开发 加拿大市场 可能也在看欧洲那边的市场 我不知道在其他的这个市场 有没有什么东西 我们可以借鉴的 好 那个 针对 中国企业要出海 甚至美国 以及在欧洲 或者加拿大等地的话 那我这边 那个 华人人才市场 其实是一样的 跟我们今天讨论一整天 都是一个道理 可能在海外 最好的一个structure 最好的一个架构 就是出海的时候 请一个比较localize 我们叫本地化的 这么一个华人经理人 帮大家把这个团队搭建好 那团队之后 下面的我建立在 可以本地化多一点 这个战略思路比较重要 不要贪目虚荣 说上午就要请一个本地人 白人也好 黑人也好 印度人也好 要做这么大一个公司 我觉得还需要我们自己的 有一句很难听 叫非我族类 其心必义 但是不是新的问题 就是它确实文化上的差异 导致很难沟通 所以我给 不管去哪个国家的 出海的公司的 最后的一条黄金法则 在任何一个国家 找到靠谱的中介 或者猎头 或者自己 哪怕自己去找朋友 记住第一个employee 基本上代表了 你那个公司的文化 因为你不能 你很难把一个 总公司文化强制 就是移植到了 另外一个大陆上面 还要还是一模一样的 这一定会发生 嫁接一定会发生一些变化 那么这一个人 其实会导致你的文化的变化 所以第一个人 大家一定不要着急 可以好好的选好了之后 下面的团队就很轻松了 那其实很多的 失败的案例 都是基于这个 number one employee的时候 出现了一点偏差 所以这个就是 我想最后 take away的 希望大家可以 法律 法规那些虽然是后话 但是找到一个 合适的人才之后 咱们再开始研究 公司的政策 公司的注册 人才的配给 这些其实才是 金字塔的上层建筑了 最底下的这个人很关键 好吧 唐总 有没有什么take away的 在这个法律 政策这方面的 一些给大家的建议 我觉得到这个欧美的市场 就是要了解清楚 这边的规则 然后尽量保持 企业的一个透明化 一是对内透明化 二就是对外也要做一个 尽量透明化的一个宣传 让人家知道 你来要做什么 要干什么 你愿意在这个规则下完 一切就是光明正大 理直气壮的做 然后同时配备好 该有的法律团队 该有的人才团队 就可以了 就大胆的按照规则来做 然后多学学人家怎么玩 咱们也就怎么玩 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很多时候 我觉得就是大家 把复杂的事情想简单 把简单事情想复杂了而已 对 OK 我觉得今天咱们也聊得挺多 非常感谢两位 Gary 还有这个唐总这边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好 再见 谢谢 拜拜 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 或者评论 请给我们写邮件 也可以登陆我们的网站 找到我们更多的联系方式 我们的网站是 出海.co 就是出海的拼音 chuhai.co 我们的邮箱是 goatchuhai.co 也就是goatchuhai.co 如果觉得节目对您有启发 也请转发给您一两位朋友们 让他们也听到这档节目 或者在您所使用的音频平台上 给我们点赞 打薪 这样都能够帮助更多用户收听到我们 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们下周到两位朋友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